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浙江上盘相机俱乐部队 双方应该是竞争非常激烈 一直到比赛的最后的第16轮比赛 我们两方还是一个大比分相同的一个局面来争夺这个冠军 那这盘棋也就是正好是第16轮的这一盘的激战 当然说大家还能知道这个结果了 最终我们这个北京队还是比较幸运的拿到了这个冠军 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成功未免 下面我们就介绍唐丹的直后手对阵浙江小匠吴可欣的这盘对局 浙江队应该说在教练金罕英老师的调调下 浙江女队这两年也是取得了不少的好成绩 应该说是这个进步呢还是比较迅速的 吴可欣呢应该说也是这个金老师的这个爱将了 爱图应该说从小呢就是对他也是倾注了比较多的心血 他的气艺风格呢应该说也是比较凶悍的 比较喜红好杀但是这盘棋呢他却选择了一个相对呢比较柔和的这个走法 对吴可欣呢今年也才18岁 然后而且他在14年的全国相机个人锦标赛的时候 获得了季军的一个好成绩 这几年应该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后起之秀 可谓是这个后生可谓 对 在本次比赛当中呢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也值得肯定的 就是这张队呢这些队伍既年轻的还有敢打敢拼 对 勇于这个拼搏 这次比赛主要是这个吴河新和唐思南两个人上的 对 唐思南好像这个胜率也是排在第二位啊 对 唐思南呃今年也就19岁 而且他的后手胜局更加厉害 嗯 然后每盘棋呢都是公杀的这个棋局也是很精彩的 呃 胜局比较多啊 对 也是 那么吴河新采用了这个先过河区的这个走法啊 嗯 先过河区呢就是 红方的一种战术意图 也是最近呢 呃三四年间呢 啊 比较流行的一种走法 一般来看呢 红方还是先跳边马 看看黑方的这个动态呢 再选择这个 是否需要走G2G6 嗯 对 但是先走G2G6呢 也就是说代表红方呢 啊 对这个阵型呢 就是右翼呢压得比较重 左边的动作呢 相对呢 要慢 啊 那黑方 选择的是向三进五 对 当时是走向三进五 这个飞向呢 应该说也是堂堂正正 因为这个棋呢 呃 几年前就比较流行 所以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呢 也想到了啊 红方会这样进攻 所以我们北京队的一般队员呢 都是走向三进五 红方 马八进九啊 黑方呢 这个时候再四次进五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不用把这个四次进五摆出来 四次进五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这个走法 嗯 因为起先呢 我们也有这种走法 对 平炮对居 应该先 当然这个棋呢 就是 这个棋 尽管这个黑方呢 也透了这口气啊 就是把红方这个局对掉了 对 接下来红方居九级 他这个棋的 不利的地方呢 就是黑方呢 就是 就是给了红方呢 这个掌局来攻击 黑方的这种可能 对上红方是有一个攻击的路线 对 黑方当然说这个时候直接走马八进七 啊 稳一点 对 另外呢 最稳的呢 后来还有七处走炮九平六 这个走法呢 就是 把阵型呢 走得比较安全 就是你再抓马 他可以马八进九了 另马比较安全 那这个棋就形成了 就是中炮队反攻马的 这么一个 基本的一个结构吧 对 他平空马又 又调整反攻马了 对 但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呢 肯定是比较有利 当然说 红方这个优势的 没有那么大 就双方这个战线 就要慢了 黑方如果不走炮队评论 如果走十四季五的话 对 这个棋呢 我自己下棋 我也输过一盘 许云川也输过一盘 因为开始大家可能都 对这个棋啊 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然后上马 红方再跑发进四 这个局面呢 大家好像四层相识 对 但是呢 这儿的走法呢 黑方这个左翼啊 压力比较重 后来王天一 也用这一先手棋呢 战胜了这个许云川 对 当时许老师走的是 足五级一 好像 对 我走的是足七级一 这两个变化都亏 所以说这种走法呢 现在呢 就是 作为水平比较高的职业骑手的 也都知道了 可能黑方这个左翼 不太好 这个 就是这个局面 相对来讲 还是炮脚比较安全 但是动作呢 比较慢 不足之处就是 反击力呢 有点弱 所以针对这个局面呢 我跟我们的队员呢 也在探讨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他们都走 十四季五 把这个阵型的巩固 然后再看红方的态度 因为你现在再走居主机 我就不用走爬平九了 我就正常居平四了 那么红方掌区也失去目标了 所以红方呢 走的是再走炮八平六 采用五六炮 准备亮出这个左居来 这个时候黑方再走平方队居 这个次序呢 就恰到好处了 因为你对掉以后 你再居主机 你也动作就慢了 黑方还有居平四 出机攻快一些 的先手 当时他也是 我也是平炮队居的 然后 这个棋呢 正常来看呢 就是男子选手 大多数下的 都是下这个队居 然后出局是吗 对 然后黑方有炮二进二的走法 炮二进二 这个原来呢 这个我觉得 可能黑方都是走炮二平一的多 但是后来我看到 这个湖北队的这个小将啊 这个他们赵紫宇 就走炮二进二了 这个最新团体赛下的 此外呢 黑方也可以走炮二平一 这个战线呢 就比较漫长了 就是这个棋的特点呢 就是说 湖方可以 稳持一些先手 对 然后呢 黑方的阵型呢 比较厚实 也比较工整 也没有明显的弱点 所以说这个棋呢 是一个战线比较漫长的 这种拉距站 以下湖方 马三进四 黑方可以 局平四 捉炮 也可以司机呢 抛进四来打兵 甚至还可以足以进一 都可以 所以这个局面呢 就相对来讲呢 这个比较平稳了 吴可欣呢 这个当初呢 他没有接受这个局面 他选择的比较凶的招法 对 我平炮对居的时候 他是聚二平三吃兵 张老师 我倒觉得 这个这种变化 是比较符合 他的这个棋风格 对 吴可欣这个年纪很年轻啊 但是他的冲劲非常足 对 因为说这一届 这个女子象甲呢 这个浙江的这个青年军团呢 显得非常的耀眼 对 当然说的这个唐丹 他个人发挥的也非常注色 那么连续这个三年 在全国象甲当中呢 都是获得了这个个人 这个胜率 以及这个积分 都是第一位 那么今年唐丹是30分 个人都获得30分 去年31分吧 对 然后当然就是虽然说 棋这个胜率挺高的 但是每盘棋 也是都是挺惊险的 然后这盘棋也是 双方这个棋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 这个回味的吧 我有一个这个棋友跟我说 他说我就喜欢看女子比赛 他说我反而觉得 他看男子比赛呀 有时候高深莫测看不懂 他说女子比赛激烈 所以说女子比赛呢 有女子比赛的看点和热点 这个棋就是说 一般男子比赛你看 一般都不敢走卷平散 对 怕这个居拔不出来 因为这个居大家一定知道 这是入了这个加股 就这个地方啊 这个居没有的空间没有了 将来呢 容易遭到黑方的这个反击 对 所以说呢 要许云川 王庭一他们 一般人都不敢走这个棋 然后接下来黑方马三架 这个棋呢 就是走到这呢 就是洪方要考虑长远的话呢 就是要琢磨一下 这个区域怎么发展了 该怎么弄了 对 可行的一种走法是炮五金刺 赛后呢 唐方也问我 但是我觉得黑方这个棋 应该说也是不错 对 其实就赵老师走到这 我压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你没料到他真把你冰吃了 对 我没想到他会去二居三吃冰这个变化 赛前的时候 我也特意询问过您这个棋 然后该怎么走 然后您也是跟我讲了一些这个变化 对 就去二居三吃冰 感觉是就是这个居位比较差 所以但是赛场的时候 临场的时候 小吴他这个下的特别快 然后很果断 当时我就是也是很 有很大的压力的 这个棋呢 如果要这么走呢 局面又再次回到平稳 那么黑方可以再走足运进一 这样下 将来呢 就可以马上进一反击 这个棋就是洪方呢 左居暂时出不来 左翼的编马呢 不好出动 右翼这个马呢 暂时也不好跳 因为跳也没有好地方 可能洪方多兵 但是这个位置可能不太好调整 对 黑方呢 就是阵型呢 还是比较结实了 他这个弹子炮 对 实际上也都巩固好了 将来呢 可以从两侧呢 进行反击 你看这九炉炮 八炉具都是活的 还有炮具平漆 就这个局面呢 作为洪方来讲呢 也不是特别好掌握 但是他临场没有这么下 他选择的是炮流进三 就是说他继续猛攻 炮流进三 接下来黑方就居八戒二 这种旗走得很好 这个旗当时我感觉呢 这个黑方走到这 应该是获得了这个 十足的这个抗衡局面 就是说毕竟红方啊 这个阵型啊 虽然给黑方很大压力 但是自己这个旗呢 也要及时处理 就是说这个居要撤退了 对 三路居还是怎么 现在炮流进四走不了了 因为对方呢 将来是不是 还有马上退三的这些手段 居平四的手段 对 换掉以后马上退三 居平四捉了一个炮 对 炮挺尴尬 对 就是说这个旗 红方就是如果要打就要早打 现在再打呢 就是有点晚了 对 另外这个旗呢 红方这个居面临着炮流进一这个死居 他也不能去二德 二德这个居太大 对 你即便将来过一个兵 但是这个兵呢 你左居出不来 或者说出得很慢 对 红方临场走居三平四躲开了 那倒没有 他实战是走的炮我屏四 一直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一直以为他会走居三平四走开 他走炮我屏四 对 这步骑还是我觉得挺吸引的一个走法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打他 他走炮金四垫住 对 然后这边还打着你 就想把这居亮出来 对 我当时也是一直想他居三平四出居 然后出居的话 我可能会走马尔退三 先登一步炮 那这个旗你还是应该马尔退三 对 这个局面是 应该回马 就是这个旗啊 黑方呢 这个应该以退为进 因为毕竟红方那个炮呢 还要再走 如果要是交换的话 他出居的话 我就把它灯掉 然后再炮酒推一 然后再来供 红方这个局 这儿红方尽管暂时多一个兵 但这个局呢 还是 尴尬还是比较尴尬 要吃的话 对方八路就要还有闪击 对 作为红方来讲呢 这个旗呢 还有面临着马斯进武这些手段 当然不好直接马斯进武 直接马斯进武 他最简单 他浸泡串打你也亏 对 就是现在这个炮酒推一 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红方这个三路居 这个位置不太好 他可能当时就当时觉得 这个旗可能没有气马上看 以为要马斯进武 对 我当时想的就是太复杂 就应该会这样子 这儿红方可能还是先手一些 对 登出来 将来马武吉次 把这个子都牵制住 对 我这个居马炮 这个位置不太好调整 当时自己是这么一个想法 实际上这个旗仔细分析呢 黑方走炮酒推一呢 还是挺有弹性的 对红方的威胁呢 也是比较大 对 红方这个旗也很难掌握 嗯 所以说呢 很多高手就是开局呢 不愿走就二平三的 这个道理在这 也顺便把这个布局呢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嗯 就等于对方一掌握 红方一炮平四 黑方这个时候应该走 马上去赛 应该以退为进 对 当然说我们的女子这个战架 也都非常的辛苦 因为在这个四月中旬呢 这个在深圳呢 举行了这个全国团体几秒赛 嗯 等于才适隔啊 三天 大家又马不停蹄的 来到了这个山东这个高密 参加这个全国向甲联赛啊 女子组的这个比赛 应该说大家这个呃 最近一段的比赛的强度呢 是非常大的呃 所以说这这次比赛呢 既是比技术 也更是比体能啊 嗯 呃 临场呢 特别这这盘棋是 呃 这盘棋的时候已经是第十六轮 第十六轮了啊 就说呢 最近 团体赛下了七轮 然后这个又下了七轮了 对 连续 嗯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下了十几盘对局 大家体能的消耗都很大 对 尤其关键是我们这一场比赛的时候 我们北京棋院队跟浙江上盘 下棋俱乐部队 我们是大分相同的一个比分 然后我们两两个队应该是争冠亚军的 尤其是两队相碰 可以说这场比赛就是冠亚军的一种争夺战嘛 对 我觉得这盘棋 我们两个人虽然就是棋 就是感觉很复杂走起来 但是双方都非常的谨慎 就是说这个当然说比赛当中啊 这个 两个人呢还要受到这个队友的一些影响 当然我们也细说 然后黑芳你就是走足蹿棋了 对 这个时候我我觉得自己这个右路这个不太好调整 所以索性就棋足跳马 他赛后就是张老师您跟我说这个棋 这个冰啊 这个棋得太大了 对 对物质力量损失的太多了 那这个棋局呢应该说刚刚进入中局的集展 那么后来呢这个双方到底呢如何去进一步发展 那好稍后呢我们稍事休息 下半程呢再继续来观赏这一个精彩的对局 好各位企友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吴可欣对阵唐丹的这盘的对局 红方把兵吃掉 黑芳呢既然气得足就想开拓马路 当然这个马跳进来对红方呢也是有威胁啊 对 但是总体来讲这个足呢还是损失的物质比较大 G9平8 然后黑芳泡2平3 这儿黑芳呢当时唐丹的走法呢 就是希望呢能给对方的这个子力啊 更多一些压力啊 保留随时炮三级的这种可能 还有局域平4啊 然后胡芳不是了 这双鞋也比较冷静 他保留这个泡色平6 对我什么时候出去捉炮 他什么时候可以平炮 那你还是 对我当时走炮就退1 我就决定这个 还要把这个局 对三路去 对 然后他局3平4 他平局 这个时候我走的是G8坚2捉炮 当时也没有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这个局的谈起来是必要的 对 然后实战他是走炮6平8 可能就是这个其他可能更狠一点走炮6平3也可以考虑 对这样对我的右走路还是有一定的功势 你要飞的他再跑到平8 对这样我位置不好 他走到炮6平8也可以 对其实这步也算还是挺好的一个走法吧 这个棋呢就是黑方应该走G平2 把那个G抢出来 对后来就是讲解说就是这棋应该出G 他如果进炮的话 我这有个进炮打G的棋 对下部再马自进散 定用这个反击 对他回来的时候这可以跳马 这儿黑方形势还是可以的 对这个棋应该是一个互查那个局面 虽然少俩兵吧 但是黑方这个子力位置还是挺活 对那时代当中的黑方先走这个马斯进散 这周棋就是走得稍微的吉利点 想把这个师兵的赶快找回来 对 但实际上这个步调呢 还是让红方取得了一定的领先的优势 对我当时就是就是一个患子 然后来先把兵的损失给找回来 对 然后红方这个飞向 黑方居平4 这个棋的就是整体来讲呢 双方呢是阶级军事 红方略好一点点 对 就说红方呢 这个编马弱一点 暂时呢处于防御的这个状态 但是呢他有这个三骑兵呢 毕竟物质上呢还是多了一个兵 然后接下来红方马三进四 然后这会儿你走 当时就是先打了两下局 调整了一下位置 对 再打 对 然后我选择是组武精英 嗯 嗯 组武精英也是 可能这期更稳健一点 可能稳妥一些 走炮酒瓶漆更好一些 不知道他这个兵股 对 先控制这个局面吧 下步以后再组武精英 哎当时自己就是也是 他登兵 正好有军事进三把他绑过 对 能那个拉住吧 嗯 当时自己时间也有些紧张 嗯 我习觉得自己这儿也有压力了 就索性就冲中兵 对 接下来红方 平三进一 平三进一 嗯 哎 黑方进居 这个进居啊 走的也是稍微啊 有一点强硬了啊 对 呃 其实这期冷静一点呢 就是黑方 最客观的还应该组武级 把这种子送掉 再把这个兵吃掉 对 这儿的形势呢 就是说黑方呢 也差的兵不多 啊 因为毕竟黑方这个弹子炮啊 阵型还是挺结实的 也富有反弹 啊 将来有炮酒进武打出来 炮酒平漆等等这些手段 对 因为毕竟红方这个三兵还是挺厉害的 嗯 然后这个这个局面是黑方 其实这期已经不太好下 对 这个地方红方呢 有这么一个居武平都对居的 对 他这个对居更稳妥一些 这个对了一个居以后 这个三兵 他肯定要把你马赶回去 对 而且他红方的马比较糊 嗯 红方这个两个马将来能够退回来连接 对 主要对居比较稳 嗯 不过我觉得吴可思啊 他这个下棋本来就非常的凶狠 他就觉得这个三兵冲下来就很厉害了 这双方就是形成这个比较激烈的这个对攻了 对 然后这时候就我走的炮酒平漆 因为你这炮怕绕不出来啊 对 我就这样子借这个患子的机会 把炮给走出来 对 这个地方啊 后来我跟唐三说 我说从客观来点也可以走足五平六 对 他拱你呢 你炮呢就升一步 这儿他吃一个笑你就把它吃回去 这个足呢对红方的威胁很大 因为他将来老有足六几一这种手段 嗯 对 足六几一呢你吃掉我 我换你的炮 那边再抓你的马 就是黑方呢有 有一些反击的手段 对 这个棋呢 黑方呢应该说还可以 对实战这样子 红方的这个兵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 他是打过来了 对 他是直接打 对 直接打 对 这时候红方选择的是最二平三 嗯 其实他也可以居四平先捉一下 对 先捉一下看一下黑方态度 你要退一步 他就直接下三兵 对 这样更快 摸着你像 就下部就要撞像 嗯 他红方 你那个躲呢 又没有特别 恰当的位置 好 其实主要这个棋 应该是红方的这个兵种 要好一些 对 如果红方以后 对一个拘以后的话 黑方还是挺难下 黑方这个时候 对 就说的双方啊 这个棋呢 就看来要这个大打出手了 没有这个 这个和平的 这个愿望了 黑方也可以考虑走 去二平五 直接足五棋 这儿速度也比较快 他走跑了退一 我当时呢 是在这个酒店的房间里呢 去看的这个直播 因为去赛 去赛场呢 赛场呢 也不是很方便观看 有时候离这比较远 当时我也觉得 唐思南这棋 也并不是很看好 对 比较危险 但是呢 那个另外这台棋呢 这个 唐思南对阵 我们北京这个刘欢呢 你说刘欢呢 形势特别乐观 对 这个优势呢 越来越大 本来是唐思南是想求变 在一个较为平稳的对阵当中呢 他老想强行求变 结果这个棋啊 就是 把自己弄的呢 这个境地呢 是越来越差 刘欢那个开局到中局 走得都非常好 结果这个非常戏剧性的是呢 这个刘欢呢 在巨大优势的情况下 看到这个唐灿 后来这个棋得手了 他反而呢 走得有一点 犹豫跟迟疑了 好 最后另外这台棋呢 下成了平局 好 那这盘棋呢 就是这个 决定了这个双方的这个胜负 好 炮了腿 他把底下撞掉 对 好 这时候我也索性就不管了 就平中鞠 平中炮 红方再撞 好 其实红方这种走法 还挺凶狠 但是更稳妥的是 他之前就可以居四平级捉一下炮 然后看红方看黑方的态度 以后顺机的时候 聚三进三双军连起来 是 连起来只要对一个居黑方的攻势 就大大减少 对 而且红方兵种又好 应该说红的那么下呢 攻守前背 对 他这样一下有一定的风险 对 那这个棋就是说 黑方面临着红方的巨大的冲击 也不能再手软了 就是唐灿这方面 我觉得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他就说的 一攻对攻 争取这个给红方呢 也比较凶的反击 对 当时也是没有办法 就索性这个 他是走 对 然后这个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 他是 对 他这时候已经已经 对 他没有平冰僵 他这时候走的什么呢 刚 对 他平冰一僵 我们这儿的棋 对 这样的棋 对 我退一 然后他下冰 这时候该我了 然后这时候我是 环中炮 对 然后平冰 对 刚才说话的时候 忘了少摆一部棋 不好意思 撞掉 对 然后这时候我也不敢吃了 吃了这事也丢了 所以就 就索性就出来了 对 对 这样我出来是个杀棋 那红方只能 再往这个局垫上 对 他G3平5 然后走个炮物棋 炮物棋 现在准备威胁着G2进1 对 G2进2 这个吃死G的棋 这个棋 确实也非常复杂 对 这个双方的 这个用时宜都比较紧张 红方可能比较 现实的应该走 G平一步算了 对 他G4平5可能更好一些 这样你捉G 肯定不行 他G5G2 对 然后我也没办法 我可能还得 这个G2平4 有这么对G 将来G4进1 把这G吃死 对 然后不过 他可以就是吃掉一个象 然后我还得 把他冰落了 以后就是说 他以后实在不行 他就一个G砍一个炮 但是他把我试象都给吃了 或者他这时候 可以先平冰浆 我吃完 然后再吃象 对 他延缓一下你的速度 对 平冰浆你要上降 他将来G5平7 你这个炮就死掉 还有猪死炮 对 而这个G 他实在不行 就去砍炮 这个红方也是一个 可以抗衡的一个G 总之呢 就说红方这个旗 应该走平农区 这双方呢 最终到底 鹿死水手呢 还少年预料 实在当中呢 红方呢 可能没有这个 计算出这后面的变化 对 他走的呢 他觉得这个形势判断的 出现了一些失误 他认为可能 红方优势 结果这个旗呢 反而是黑方的好下 因为毕竟红方要先去后去 对 一将 电炮 他把这个子力都回来 然后再把炮吃掉 这个G6平5一走 这儿 红方主要是缺向 然后这个旗 反而是比较难下 右肩捉一下也可以 然后还好 这部旗稍缓一点 应该走 刚才就应该直接 G2间2更好 对 我这个走法 那因为世界关系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细说了 就这个残局 应该是黑方好下的一个 当然是黑方好了 所以这个地儿的时候 我们俩也就是不管了 对 就直接 这个G5平1走的草率一点 回来 我说唐湛你应该走G5退1 就是你再往下拱 我G5平3可以逼队 对了G1呢 黑方是有赢 有赢起没有赢起 同方呢 还求和呢 也非常辛苦 当时我也想 这个赶紧吃兵吧 但是就是走的 这个太过随手了 太过草率 对 然后洪方这个兵呢 对 他这个兵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点G 然后我这个棋可能也没有办法 就也不管 只能是来反牵制住洪方 再足以准备 当然这个棋洪方的压力 会更大一些 对 现在准备拱下 黑方必须要进行防御 对 可能他这个G不敢躲 什么时候躲 我G2平3吃象 因为他这个时候 他也就是一个兵换个象 想要 这个棋还是不应该换 对 还是应该走B5平4 这个棋要兵换象 后来就没劲了 走B5平4呢 就是将来把这马弃了呢 就是说 这个兵捕炮兵来对杀 这个兵向下走 还有有些机会 对 这等于把兵吃了以后 洪方呢 这个剩下狙马炮呢 主要这个后边这个马上不去 对 这个的确是有 有一定的危险问题 他这个 我看他就是也是太拼了 就索性就是说 太急于想跳马 我也没有给他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说这个其实作为洪方来讲呢 这个就这个残局的功力呢 还体验出来不够老练 对 这个残局可能 黑方虽然我少试相 但是我这个兵还挺厉害 因为他马上不去 去找二十 时间当中黑方 对 然后我就退居了 对 然后他就吃兵 他就吃兵 对 然后我紧 就是他居平四五上将 这个其他 走在这儿他已经输了 对 已经不太好下 最后呢 这个棋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最后他居三平四把这个室友又吃死了 对 居三平七呢 也可以 居三间二也可以 反正洪方有很多漏洞 对 那么这盘棋呢 那个由于时间关系呢 来不及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这个解采了 总之呢 双方在终局这个阶段怎么转化呢 应该说还是有些微妙的变化了 对 值得双方呢 好好总结 那好 感谢您这个收看今天的这个象棋事件的象棋对局讲解节目 朋友们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